其實Regional Council 其中一個主要項目 就是公共交通 尤其是我的小朋友 又或者是新的這一代 對環境保護的感覺其實是強烈了很多 環境保護又怎樣 跟我們平日的生活扯上關係 當然大家在說碳排放足跡 怎樣去減低碳排放呢 我希望提倡到更多的公共交通服務 大家想想一輛巴士坐到百多人 相比減少接近100輛車在路面上 一來可以減少碳排放 二來亦可以令到我們的交通制室得以舒緩 但是我們花了這麼多錢 過去一段時間起了這麼好的巴士系統 Fever Transit的公車線 在Yangga 又有 Highway 7 又有 但我看到一點很多人都投訴 就是班次不足 還有起了一條巴士線在那裡 是沒有巴士行的 所以我希望提倡一點就是 怎樣令到增加更多的人去乘巴士 或者減少用自己的汽車就是增加班次 還有減低車費 希望能夠現在3.88元 希望可以減到好像跟TTC一樣 3.25元的水位 又或者可以有空間再減少少少 吸引多些人去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我覺得這個不單止是對大家今時今日的影響 甚至乎你減少了碳排放 減少了開車 對交通制室和接下來的環境保護 其實有很大的幫助 大家好 我是歐宇航Terence O 列治民山市的區域議員候選人 過去六年半作為議員助理 為列治民山市民服務 在這個時候 我希望為廣大市民做得更多 請大家接下來的試選 投我Terence O 好一票